東海岸奇麗珊瑚杯前果原住民少伴邀請賽 二十九號在臺東第一半球春開幕一連四天的賽程 有來自各縣市十八隻少伴隊伍參賽 分別在成功國小 鱼狼國小及第二半球場 三地同時開打 這次的比賽是由臺東的民間企業主辦 並且結合臺東本地的承辦隊共同舉辦 以比賽的方式希望傳承辦球的技術 我們比賽的宗旨其實不是在於結果的成敗 我們是比較在於他的過程 所以我們不希望以成果結果的勝負來判定小孩子的認真 所以每一隊我們給的獎品都一樣 我們每一隊都給他們獎品 那只有在最後獎盃有大小的區分 那辦這個活動希望是把臺東的子弟基層留在臺東 然後聲稱扎根 那如果說這個比賽能帶給一些校園的話 那明年後年長期就會這樣子辦一個比賽 開幕儀式結束之後 麒麗珊瑚承辦隊與高院科大展開比賽前的表演賽 讓少伴隊伍從比賽中學習 你們想要跟他們一樣?想 有在臺東打嗎?去打職棒嗎? 職棒 怎麼會想要打職棒? 興趣 有在臺東嗎?還是去打職棒? 打職棒 利用這個比賽我安排這樣一個表演賽 讓小朋友來參觀 來欣賞 最重要的就是欣賞說 這些麒麗珊瑚承辦的球員 當初也是在臺東從少伴開始接受訓練 從少伴開始打起的球員 一方面給小朋友這樣的一個期待 也給他們這樣的一個目標 最重要的是剛才你所提到的 一個傳承的意味 這次比賽主辦單位 還安排臺東的承棒隊參與 隊伍中隨隊練習 增進球隊的技巧 傳承良好的伴球觀念 這幾天每一個少伴隊 我們都會派一個承棒的隊員 隨隊練習 所以這幾天呢 少伴的小朋友都有時間 跟這些大哥哥相處 如果說有時間的話 會到基層那邊去教一些 小朋友基本的動作跟觀念 那我們希望說把這些理念 還有承棒隊這邊的理念還有一些傳承 能帶給一些基層 我希望說把一些台東的人才留住在台東這邊 伴球的故鄉在台東 從五六零年代的紅葉燒辦奠定了伴球的美誼 到這幾年 台東成立了奇力珊瑚承辦隊 目前在甲祖承辦隊成績亮眼 希望在這次的比賽能回饋基層的伴球 也讓台東的半球運動繼續扎根 不讓台東在地的人才繼續流失 記者國六臺東市採訪報導 謝謝你們 谢谢观看